詞 夏京山以不同的觀音形態 結合了這個 善才童子的參法給過 詮釋了童子派觀音的一個國畫的意象 那我們會看到 然後他在童子拜觀音的這個主題當中 白衣他獲得是持陽柳 或者是持靜聽 那我們會看到這個三才童子呢 他面容非常笑容 而且笑容可舉的 很虔誠的 雙手合十的一個面容 多半是身著這個紅色的肚冬 很虔誠的禮拜菩薩 看起來是很可親可愛的一個面容 比較特別要提到的是 我們看到那個觀音上風的這個 他喜歡在背景的部分處理 冉冉深空的這個情境 然後透過這樣的一個呈現呢 就可以露顯那個菩薩 也是他常常運用的這個說法